哈利利亚,奉祝所圣明,大家平安 哈利利亚,名字是耶稣,我们都要来到安息圣日 大家都健康 我们前两个礼拜有为南非教会祷告 我们前两个礼拜有为南非教会祷告 我想说我就跟他们那边的工人、负责人联络了 看怎么样 他们都很感谢神 他们又开始聚会了 都好了 负责人说感谢神他们全体就是那些教会很好 他们就不用打第三针 他们现在开始打第三针 他们就免第三针证明就有了 他们是跟那种 那他们都是很轻微症状就是了 因为他们几乎很多人感染到教会就不能聚会了 那他们都是很轻微症状就是了 他们说他们全部都打过两针 所以现在第三针正在打 他们就不用去打了 政府也说不用打了 那我们现在第三针来讲 我们从谈人到人的尊贵性的源流 上次我们讲人的尊贵性 那今天我们来看人算什么 今天我们来看人算什么 今天我们来看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是中文的翻译 那其实德文就是人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语言上面的差别 人算什么 如果以中文来思考的话 最初步的话就是说 你算哪根葱 就是说你有什么价值 这个算多少钱的算 那如果是的话是不能算的 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人算什么 在德国这边讲 应该分两个层面来讲 第二就是人是什么 就是盖达玛他们所讲的 在这之前我们有讲过 人是什么就是讲他的本质问题 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讲 就是属灵层面的 从圣经的观点来看 我们剩下来就是小孩 对不对 那小孩子有时候相对的说大人 有时候小孩子在讲说 我们小人 你们大人 有没有听过你们家小孩这样讲过 没有啊 你家没有说我们小人 很小的时候小人 我还记得我们家小孩子 我们小人 我们就会笑 因为中文的小人跟那个小 大人小人 我们讲大人 他想说那我们叫小人 因为小孩小人 因为小孩小人 然后我们就当他们的孩子 那我们的小孩 但是中文的小人 大人也可以是小人 但是中文的小人 但是这些小孩子 可以是小人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小人他会长成少年人 但是你看人家那时候 我提寫的少年人 但这些小人 变成年轻人 变成中年人 老年人 或是将要死的人 将亡的人 或是 最后就怎么样 变成亡人 故人 中文讲故人 就是已经死掉了 不管怎么样 你会看到都是人 这是不同阶段 那你人 你生下了到死当中 就像约伯所讲的 刺身出母胎 刺身归回 在这个刺身到刺身当中 就是你拥有的 小孩子人家 先给他一些衣服 他就慢慢的会 自己想拥有什么 你在这个拥有的过程里面 我们一般都是正常人 都是以社会的价值 来努力 学校考试 你要考第一名 对不对 在社会呢 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呢 你要怎么样的拥有 那这个当中 你的身份 你的名誉 你的地位 这些都是你拥有的 那我们以中文来思考 也可以用德文来思考 我用中文为例子 在描写 你这个阶段的这个人 都不一样的名词 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先开始就是 学生 小学生 小学生 那后来长大就变大学生 那为什么学生呢 就是学习生活 那你更厉害一点 你就大学毕业就变学 学什么 学士 学士 不不不不不 不不 然后如果你是那个 很厉害的 你就变音乐家了嘛 家 带音乐 但是如果你是 那个盖房子的 你是做木工的 就不能是那个工匠 就不会变成什么 工匠 木匠 用匠 也是一个 用不同的名称来描写你 不同过程的 你的身份 地位 名义 什么都可以的 那如果更厉害就什么 董事长就长起来了 如果你是更厉害的 你就变成帝了 皇帝就帝了 但是这些都是 在从你生到死当中拥有的 那一般世上的人 也是以这一段你的拥有 来评论你 为什么会为人呢 这个很伟大的人 因为他拥有这一方面的最高的成就 但是呢 他死了之后 其实这些拥有到怎么样 圣经里面讲的 也是 伺生而去 带不走 但是人还是人 你死人还是人 还是永生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就是不会变的 对我们来讲的话 对我们这一代的信徒来讲的话 对我们来讲 很自然的 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 现在慢慢在基督教里面对这个说 死后进天国 是真的有一个天堂 有一个要去的 我们还会复活变化 这样的思想已经是 很模糊了 不只是模糊 有时候你看一些书 或是听人家在讲观音师画面 他们有一点那个 感觉 已经是过时代了 那个是古时候 那个神话时代 还在想这个吗 他们现在所尊重的是 所注重的是现在 就是现在就是 那我们现在就 就继续来讲 那个人是什么呢 我们上次有讲到 人是尊贵的 人为什么尊贵 因为人有 圣经所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样子形象 那我们看26节 26节神说 所以人有我们的 样子形象 不是我们的 这是负数的 那负数是讲什么呢 上个礼拜我们 就是专门讲这个 那我们讲的 结果是怎么样呢 从圣经如果查考起来的话 这个我们的 这个形象是神的 最原始是神的 为什么呢 我们再看27节 我们的形象就是27节 因为神就造着自己的 形象造人 而是造着他的 形象造人 造人 所以人是造着 我们的形象 样子所造的 人是造着我们的形象 所造的 那你26节念一下 然后呢 那这边我们跟这边的神的 有不一样在哪里 从圣经看 神在造人之前 已经造了天上的 神的种植 其实我们一般人 所讲的 所谓的天使 是在人 那个什么 造人之前 已经造了 因此神在立地的根基的时候 神的种植 也在那边 拍拍手 欢呼 那我们 神讲我们的时候 都是神说 神自己讲 在这里讲一次 神说我们 那第11章 也说神说我们 那每次在讲神 在讲我们的时候 接下来你会看到 就是这个在之之后 你会看到 都是跟天使 连在一起的 在灵界里面 神创造的灵界的 那个存在物 就是天使 是用神的样子形象造的 然后神要造人的时候 神说用我们的 其实就是神跟天使 一样的样子形象造人 那这个样子形象 是神跟天使的形象 那天使的形象 是神造的形象 所以其实最原始是 这个是神的样子形象 这为什么 是神造的 这不能プロ啊 那樣子形象是從神來的 然後呢 神這個給他 所以人的尊貴其實是有神的樣子形象 那這個天使做什麼用 對我們來講的話 它是來為我們效力 但是來幫助我們的 但是不要忘記 他不是我們的仆人 這個是在基督教學常常誤會的 天使是神的仆義 不是我們的仆義 我們也是神的仆義 所以到啟示錄的時候 天使說了 天使對約翰講 我跟您都一樣是神的仆人就是了 那基督教學他們就是從中古世紀 他們認為以人為主 那人是神的兒女 所以天使是服侍神的 那也是服侍人的 所以人比天使還…我們是神的兒女 所以是比這個仆人尊貴 其實不是 從天使是神的仆人 但是他們是神的仆人 那天使是屬靈界的神的兒女 那天使是屬靈界的神的兒女 那人呢 也有所謂的土性 塵土性 因為第二章記載之後 因為第二章記載之後 人是用塵土把它好像做陶瓷一樣把它捏出來的 所以人的 如果以這個方面來講 人是土做的 是那個財土做的 那之後神才吹一口氣 那就成為跟動物一樣的 人是動物性從這裡來的 跟動物完全一樣的 所謂的 作文把它翻成什麼有靈的活人 其實是活的 活的存在 活的生物 所以第二章這裡是講的人的動物性 跟動物完全一樣的 沒有分的 我們看創詩集二章七節 就是說 主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這裡造勢 把它怎麼樣 就把它用好像陶醬一樣 磨造 塑造 那它就中文是說 有靈的活人 那我們再看第二章十九節 再來說 神用土所造的野地 各樣的走出空中的飛鳥 在這裡其實 這兩個神造 神造都一樣的 這個神造 神造都一樣的 造動物也一樣 在這個層面來看的話 是完全一樣的 在這個層面來看的話 是完全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章二十節 我們來看一章二十節 我們把卡比特一 節二十節 我們把卡比特一 節二十節 神說 那個水要多多 支生有生命的物 在德文中文一樣 因為翻譯聖經的頭腦裡面 就有一種區別性在那裡 其實在西伯爾文都一樣的 就是什麼 値分開的是二十節一樣的 但在譏inky的 在經語中文是同樣的 一章二十節這樣 在兩條學道 是剛才要是一章一個 但是在記的古典容中有一個 一章二十節一樣 되 二十節 ident外出的 一章三十节也一样 动物也是跟人一样的 然后呢 到了二章七节 才讲到人 在二章七节之前 神已经三次造了活物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 人比动物更高一层的是什么 不是活物这个层面 而是有神的样子形象 因为神的 在这个层面都是神捏造的 神捏造人跟捏造动物是一样的 但是神在造人的 创造人用他的样子形象 这个是用创造 不一样的 从武道有的 又是土性 动物性 无论你再怎么拥有 到有一天这些 有聪明的 有智慧 到有一个时候 他会发觉怎么样 这些都是 会垮下来的 所以世界有非常成就的人 当他夫人要死的时候 你看他们都会这样写 如果让我再活一次的话 我要怎么样 我要中午回家 跟我太太吃中餐 我晚上会讲故事给我的孩子听 我不会一直睡在那个厕所里面 然后我或是拼了半时 然后到最后你只是 苹果咬一口就死了 我不会一直睡在那个厕所里面 或者我或是拼了半时 然后到最后你只是苹果咬一口就死了 一个苹果吗 你咬一口吗 你这样走了 你也知道 苹果咬一口就走人是谁吗 对不对 现在很多人都在用它 那个就是 他在人类历史上面 很 他在走之前 就很多的那个 他在那边静坐 来修禅 我有看到 因为我对这个蛮有兴趣的 禅宗 中国 那个 他然后没敌 对对对 前佛兵 那个环境弄得这样 那有人做他假的 但是至少他可以到人要离开的时候 他有一个悔悟 一个自我的思考 在人这个圣经的历史里面 第一个有这种自我思考 自觉能力的是谁呢 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 那这也不是很突然的 亚伯拉罕我们知道 我们来看他怎么来自我的 对自己的一个认识 那我们来看《创世纪》 《创世纪》 我们来看第十八章 这是面对着神亚伯拉罕的 这个可能不是一天的 他老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自觉 那我们先来看 从二十二节了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 亚伯拉罕人就站在神的面前 第二个人走了 第二个人走了 有一种公义的问 有一种公义的问 说无论三啊 你都要那个脚灭吗 我们看第二十七节 这是马上他有一个转折 转变 亚伯拉罕人说了 亚伯拉罕人说了 无论怎么样 你难道要这样做吗 我先说不会啦 祂说不 他说 他说 哇呢 头一步 这不好意思啊 然后是阿伯们的车回来 然后他自己有点欺骗 这是真的哦 这不是假的 一般讲道德的话 讲说我们要谦卑 我们要怎么样 目的是什么 让你更高 normalerweise wenn man Demut betont dann ist dahinter eigentlich das Streben dass man höher steht 这里是真的 他是真的灰尘 他想说 他想到自己的本质 是什么 尘土 aber hier besinnt er sich wirklich auf seine seine Beschaffenheit dass er aus Erde und Asche ist 他是 是这样子的 那从这个之后 你可以看得到 圣经里面 有很多人 一直在 用这个来讲 他自己 und später haben auch noch viele andere Menschen über sich selbst gesprochen 就是 我算什么 was bin ich 那如果 我算什么 那你又把自己 用真的很谦卑的话 那会怎么样 自己你就会 加上一个仆人 那我们来看 那个 《扫墓记》下 九章八节 《扫墓记》下九章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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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记载着 hier wird berichtet 《扫墓记》下九章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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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toll 《扫墓记》下九章 Münzen phim 《扫墓记》下九章七章八节 《扫墓记》下九章八节 不是现在的狗 是古兽 要去哪里呢 非洲乡下的狗 或是我小时候的狗 我想说那狗 狗不可能让你到 见到房子里面来 甚至爬到你的床上 这个还得了 那狗呢 有骨头就给它吃 没有狗没有吃 中文有一句话说 狗吃死 就是说 不会给它什么好东西吃 狗就是 有人养就是人家的家狗 没人养就是野狗 狗死了就更糟糕了 在台湾死的狗就放水流 让那个水放到冰箱里让它流 这个位置 但是那个时候可以 那时候没有环境没有污染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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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貓死要吊在樹上 所以明朗話說死貓掛樹頭 死狗放水流 中文講也是蠻順的 那時候這樣不會有環境污染 所以狗在古時候就不是人家很心臟的東西 又是死了 這是米菲波色的自覺 並且他有自己的表白 為什麼他會這樣 因為他當時的身份地位 跟那個大衛給他的評價是差很遠 我們知道米菲波色他是瘸腿 他曾經的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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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死了 那現在一個新的朝代 新的國王出來了 在當時的社會 一般正常都是這樣子 什麼呢 新的朝代上來一定會把舊的朝代 以中國來講更殘忍 他沒有救主啊 他曾經的新的皇帝 他曾經的老皇帝 還有一些老皇帝 他曾經的老皇帝 避免一般的老皇帝 所以要出生的老皇帝 要出生的同事 跟這個有關性全都是 那他曾經的老皇帝 但是呢 大卫没有 不但没有 还把他请到王宫来 并且把他祖父的 所有的田地 多还给他 然后呢 跟他一起吃饭 古时候的 越高地位的人 越怕跟人家吃饭 中国皇帝最怕 因为你跟他一起吃饭 他可能把你抹杀掉 中国皇帝吃饭的时候 他不会先第一个拿筷子吃的 他一定要叫一个人 怎么样先吃 怕毒啊 如果毒死 他先死 但是呢 大卫把他请到王宫来 王宫来 要跟他一起吃饭 所以他有这种自觉 他感觉不配 他像死狗一样 所以他讲说 仆人算什么 那我们再看 那个 六王记下八章十三节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来试想一下 这里跟刚刚的那个 人算什么 有没有不一样 我们来看 六王记下八章十三节 他说 哈谢说 你仆人算什么 不过是一条狗 谁能行这大事呢 Elisa回答说 主子是我 你必做亚兰王 哈萨尔说 这个跟洛宫 你看整个的 他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样的 那是一样的 一个背景 那个米慧波瑟 是真的自觉 并且自己告白 是真的 这个自觉 这个自觉 的自觉 并且自己告白 是真的 所以他把自己 当成死狗 他现在有没有说 我好像一条死狗 他说 他说 我好像一条死狗 不是 他只是一条活的狗 他被叫 也会咬人 那我们知道 在这里是讲一个故事 也就是 是亚兰王 哈达 变 生病了 应该是哈达的儿子吧 他知道 Elisa神人来了 他就 在圣经里面 很少那么 那个送礼 送那么多的礼 那个第九节 他就 叫哈蟹 用四十个骆驼 拖着 大马色 各样美物为礼物 去见 哈尔 哈尔 他应该有很多 费用的东西 他应该有很多 费用的东西 他应该有很多 他应该有很多 那是 一般你看那个 骆驼对商 有四十头 骆驼 那个是很大的 大公司 他去问的时候 他问说 他的病会不会好 我们看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他会不会 你看到这样 你会不会短断 你自己想 病會好 人家會把他殺死 他死不是病死 是被殺死的 誰會殺他 就是這個哈蟹 他帶禮物來的 他的臣服哈蟹 那他就跟他講了 11節 這裡是神人定靜看的哈蟹 他被神人一看 不好意思 甚至他慚愧 心裡 哈蟹 那伊莎就哭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看出 他也知道神 也讓他知道 這個人以後會對以色列很凶猛 因為伊莎 因為伊莎 我們看13節 伊莎跟哈蟹 你看跟哈蟹 他們的心是不一樣的 哈蟹說 哈蟹說 你仆人算什麼 不過是一條狗 誰能做這樣大事呢 所以哈蟹也在講 哈蟹說 我算什麼 其實 你看第15節 光病 好了 哈蟹 那哈蟹就拿那個被窩 浸在水中 悶住王的臉 王就殺 他不只是用被窩而已 如果被窩 可能悶不死 被窩要進水 他不只是一條狗 結果他被窩了 但是他被窩了 他被窩了 但他被窩了 他被窩了 他被窩了 如果是一個人 他被窩了 他被窩了 而且他被窩了 但是他被窩了 他被窩了 他们这两个人都说 他们有不一样的思考方式 有不一样的结果 我们下午继续再来讲 人算什么 下午是要讲正面的 那我们一起来唱诗420首 那也一样